大家好 在今天白天的天氣狀況來說 中部以南 陽光露臉 白天你感覺是一個舒適的天氣 不過這風吹來還是有點冷嗖嗖 因為北方的冷氣團的 強度的部分來說 仍然是比較偏強的 所以在白天雖然溫度略深 到了現在晚上的時候 你要注意囉 因為晚上的溫度型態來說 依然是偏於寒冷 外出穿著方面要特別的注意 那現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用北部的側站 來看看未來一個禮拜 低溫的變化 會怎麼樣一個走勢了 先來注意到 在今天晚上 冷空氣的強度 依然是比較偏強的狀況 北部地區夜晚的溫度 還是只有維持在11度的低溫 要提醒長輩朋友 心血管疾病朋友 今天晚上的溫度仍然偏低 穿著方面一定要注意保暖 還有一點 你在家裡面睡覺 你不要覺得我不冷 因為其實有時候 整個屋子溫度下降過來 下降 降下來之後 你會感覺到 其實快天亮的時候 溫度型態來說是偏低的 所以提醒大家 保暖的工作真的不能少 禮拜四的晚上溫度冷 禮拜五的晚上 冷空氣的強度略微減弱 但禮拜五有一點不同 就在於陽光要開始露臉了 在週五的時候 因為乾燥的空氣進來 陽光露臉 夜晚的時候 就開始會有 輻射冷卻的作用 也在北台灣會出現 所以北部夜晚的低溫12度 接著週休假期 一樣是天氣晴了 溫度狀況升到了15度 再上升 因為冷空氣已經釋放完畢 氣溫的狀況回到了15度的低溫 到了禮拜六 禮拜天 這兩天的好天氣 你好好地打掃除 你好好地採買年貨 天氣好這兩天之後 到了下禮拜一就不一樣了 因為下週一的時候 又要轉為濕涼的天氣 這個雨不只有在北部有 中部 南部 會隨著華南雲帶的東移 雲層量增多 夜晚的溫度略降 是東北季風的影響 週一 週二到週三 這三天的時間來說 我們會有東北季風 再加上華南雲帶冬移的影響 所以六日的好天氣 好好地把握 但說到天氣 今天的雨的部分 在北台灣有一點點不多 但另外零星的降雨 東台灣倒是有一些 而南台灣的話 最主要在東南部地區也有雨 因為吹著東北風進來 水氣進入了陸地以後 從雷達上面就可以看到 在晚上的時候 因為偏著北北東風進入 而使得這水氣的發展 在花東海岸線部分 跟包含了恆春半島 鵝蘭比東邊的部分 都有些零星的短暫雨 但現在晚上的溫度狀況 會是如何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現在目前的整個氣溫的狀況 以目前的溫度狀況來說 在玉山的溫度 已經降到了零下的1.6度 另外淡水的溫度 現在也已經在12.7度 台中無期的溫度在13度 可是你看出去天空當中 雖然是晴朗 但很多地方看起來 有點懵懵的 為什麼 因為最重要就是 我們的空氣品質的狀況 並不太好 最重要就在於說 因為現在的風向 吹著一個比較偏著東北風進來 但在大陸沿海這邊的污染物吹 也跟著風場進到了 我們台灣上空 所以我們就從 這空氣品質的狀況來看一下 目前的空品的狀況來說 在台灣上空 算是屬於有一點點不太涼的 尤其你看到 北部地區這邊的 整個空品的狀況並不優 中部地區這邊 包含了境外污染物 以及自己本身的污染物質 在雲嘉南這邊都是比較不涼 所以過敏體質的朋友 就要特別注意了 但說到空氣品質 我來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晚上的台北的 一個即時的影像 你可以注意到 在晚上的台北的即時影像當中 雖然遠方近的建築物很清楚 但遠方的這林口台地 你有沒有看到 上面的燈光看不見了 因為最重要就是有一些 污染物質的影響之下 使得整個晚上的台北的天空 看起來就有一點點懵懵的 那這天氣狀況來說 隨著北方的高壓系統 已經逐漸的南下之下 今晚帶進來 還是比較偏強的東北風 所以要提醒您 晚上的溫度 依然是比較偏冷 而從地面圖上可以看到 明天這個高壓系統 逐漸的往東南的方向移動 預估在明天晚上的時候 就要逐漸的進入到東海 也就是說 在禮拜五的晚上 高壓東移之後 風向開始要轉為偏東風進來 但我們的天氣 在今天的時候 從這一張真實色彩的雲圖當中 就可以很明顯看得到 中南部你看看 這黑的區塊這邊是天氣晴 但是在北部跟東半部地區這裡 就雲層量來說是比較偏多的 因為最主要就是因為風場 吹著 偏著北風進來 使得水氣也帶進了我們台灣的陸地上面 那我們再來看兩個時間點 一個就是到星期天了 這個星期天的時候 晚上的時候 冷高壓系統又下來了 封面雲帶在台灣的北部海面了 所以禮拜六 禮拜天 我們的好天氣之下 溫度狀況是略為的上升 但是到了下個禮拜一的時候 可以注意到 這是下週一的地面天氣圖 可以看到北方有高壓系統 在高緯度通過 但東北季風吹了進來 更重要大陸這邊的華南的水氣 也逐漸的東移 逐漸的進入到我們台灣的上空 也使得我們的天氣狀況來說 下禮拜一開始 濕濕涼涼的感覺就變得更明顯了 微星雲圖上也可以看到 明天的時候水氣量 將要逐漸的減少 來看看各地的溫度了 先來注意到 晚上仍然寒冷 明天白天可以比今天上升約2到3度 北部地區天氣好轉 中部地區天氣晴 日夜溫差非常的明顯 尤其雲江南12度的溫差 南部地區中午暖 早晚尤其今晚的溫度 仍然偏於寒冷 東半部地區的雲層量來說 多一些些 雲青的短暫雨在今晚有 外島地區是天氣晴 未來一個禮拜可以看到 六日的好天氣 下週一開始 華南雲帶的影響 一直影響到週三 週四的水氣才會減少 外島地區的溫度 在禮拜一後還是偏冷 小丁明兩件事情要提醒 最主要寒冷穿著保暖 高山路面有結冰 行車方面要小心